全国人大常委会明天开始一连两日在北京开会 讨论包括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人大常委谭耀宗启诚之前说 议题是有逼折性可能尽快表决 如果大家都认为讨论都很成熟 大家没什么意见了 我们可能就付诸表决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件事情也有一定的急逼性 因为我们未来一年要进行三次选举 而且就算人大常委会完成修订基本法一 附件二的工作之后 还要给本地的修改法例的工作 所以工作都是一环够一环 都是有它的紧逼性 他说如果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二之后 会有相关的说明 协助各界去理解修订的内容